古玩商们逃货的时候拼的是严厉 可好东西到了手里就舍不得网出让喽 因此这东西卖给谁 有时候未必看价钱 更得看人 老古玩前面教过我 就说不懂的人你千万不要买他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那你不懂我不卖你 我不会卖你 不是价格的 您这也太不给土豪面子了 不如前一面 哪怕是一眼 这是